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药物和保健品的区别 很多朋友经常会把药品和保健品混为一谈 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药品和保健品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用途方面的区别 药品是用于疾病治疗控制预防方面的产品 而保健品则应该归类为膳食补充剂的范畴 也就是说保健品的功效不在于预防疾病 更不可能治疗改善疾病 其主要作用是补充膳食以外 身体可能存在的营养缺乏状况 由于缺乏营养也会导致疾病问题 借此很多保健品的宣传中 都会打保健品能够治病防病的擦边球 以此来吸引人们更多的购买 但这种宣传方式也会造成一部分人 因此而停用药物耽误了本该正常进行的治疗 真的是害人不欠 其次在监管方面的差异 更值得我们了解 不管是中国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还是美国的FDA 药品都是受到严格监督的产品 药物在上市前 需要进行充分的质量研究和疗效研究 必须提交能够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 而在获得批准后 药品监管部门同样也会持续监测 临床应用的不良反应 同时严格监管药品质量 而相比之下 保健品的监管就要宽松得多 尽管大多数人使用保健品 是为了补充营养 增强身体健康 但对于保健品的审批 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备案的形式 而制造商不需要提供 包括纯度 安全性 功效的充分研究数据的情况下 就可以生成 而对于质量方面的要求 也相对更加宽松 因此 这也造成了不同品牌保健品质量 可能会层次不齐 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涌现 保健品相关的建议也在发生变化 但不幸的是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研究 未能证实我们的希望 许多人认为 服用补充剂 可以保持健康或预防疾病 许多其他人 是用补充剂来治疗 已经发展的特定疾病 但实际情况如何呢 2 值得吃的保健品 1 维生素D 大家都知道 皮肤在太阳下 接受紫外光照射后 就会产生 维生素D 但随着多数人户外生活的减少 同时还应该减少 日晒降低皮肤癌 和皮肤老化 产生皱纹的风险 单纯通过晒太阳 补充维生素D 往往是远远不够的 特别是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 更是维生素D缺乏的重点人群 维生素D 能够促进肠道中 钙的吸收 对于骨骼健康 有为重要 相关膳食指南要求 70岁以下的人群 每天应该补充 600单位的维生素D 而70岁后 则需要每天补充 800单位 而还有许多专家建议 中老年人 都应该每天摄入 800到1000单位的维生素D 而每日摄入 4000单位以内 都被认为是安全的 但如果更高伎量 则可能带来健康 通过饮食获取充足的维生素D 通常是比较困难的 深海鱼肉和维生素D 强化的乳制品 是最重要的两个来源 因此 很多成年人 特别是老年朋友 都需要服用补充剂 才能获取到充足的维生素D 可以选择维生素D3的补充剂 并与止制饮食同时服用 能够起到更好的吸收效果 如果想要检查 是否缺乏的问题 可以通过血液检查确认 应该达到每毫升30纳克 才算是健康水平 二 维生素B 维生素B12 是一种主要存在于 动物性食品中的维生素 同时 它的吸收 还需要经过胃酸的分解 以及相关因子的结合 因此 对于吸收能力下降的老年人 以及胃酸分泌不足 以及长期素食的人群 可能都需要 服用维生素B12的补充剂 来进行补充 如果长期存在这些问题 或者消化吸收功能不良的老年人 都应该考虑 服用维生素B12的补充剂 除了维生素B12以外 叶酸的缺乏 也值得注意 特别是高血压老年朋友 更应该注意叶酸的合理补充 如果能够透过 在膳食中 多增加深色绿叶菜 以及其他富含叶酸食材的摄入 当然不是一定要服用补充剂 但如果是日常摄入 或吸收不足的老年朋友 则可能需要服用叶酸补充剂 由于B族维生素具有协同作用 除了叶酸和维生素B12以外 维生素B1、B2、B6等 维生素的协同补充 也是很重要的 因此 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 如果存在缺乏的情况 可以考虑服用 复合B组维生素的补充剂 三 膳食纤维 大多数人都只知道 补充膳食纤维 能够治疗便秘的问题 相关研究发现 大量摄入膳食纤维 还有更多的潜在好处 从心血管疾病 再到膳气 静脉曲张 和气势炎 都发现了 补充膳食纤维 带来的健康获益 美国医学科学院 坚以50岁以上的男性 每天应该至少 摄入30克膳食纤维 而女性 则应该达到21克 全穀物 蔬菜 水果 坚果等 都是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 但想要达到充足补充量 很多老年人 还需要服用补充剂 才能够达到 三 不必吃的保健品 不必补充的保健品包括 各类抗氧化 维生素和C 维生素E 维生素A 维生素C β胡萝卜素等 抗氧剂 曾经是风靡一时的 营养保健品 但在多年来的 随机临床对照研究中 这些抗氧剂 并没有显示出 对于心脏病 癌症 以及其他疾病的 任何获疑 而过量补充的危害 倒是发现了不少 中等剂量的 维生素A 也会增加 宽部骨折的风险 而高水平的维生素A 与前列腺癌的风险 增加有关 过量的β胡萝卜素 会增加 吸烟者患肺癌的风险 长期过量补充 维生素E 会增加 患前列腺癌的风险 并与呼吸道感染 心理衰竭 和总体死防率的 增加有关 西是一种 人体内重要的 微量元素 它在上世纪90年代 才在人体中被发现 而当时的研究称 锡能够降低 人类患癌的风险 这方面的保健品 也并不少见 但是 早期的研究发现 补充锡对于 预防心脏病 没有获疑作用 在2009年 一项针对 35000人的 多国实验报告中发现 补充锡和维生素E 对于降低 前列腺癌风险 没有任何获疑 锡的过量补充 还会增加 罹患 糖尿病的风险 四 部分人 可以考虑 选择的保健品 多年来 深海鱼油 也是一种 很常见的保健品 它在改善 血脂谱 降低心血管 和中风风险方面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对于不怎么吃鱼的 心血管疾病患者 试着补充鱼油 可能是有益的 但如果你能够 保证每周 至少吃两次鱼 就没有必要 再去花钱 买鱼油保健品了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里说的鱼油 而非鱼肝油 鱼肝油中 主要营养成分 是维生素A 过量补充 会带来风险 除了鱼油以外 再和大家 聊另外两种 部分人 可以考虑 补充的两种保健品 鱼肝油肝油和腐肝油 这也是两种常见的 流行保健品 鱼肝油有营养 关节的作用 有些朋友服用后 有助于改善 关节疼痛 而有些朋友服用 则完全无效 腐肝油 也是一样 在抗氧化 改善心脏 不适症状等方面 腐肝油 补充剂 也显示出了 一定的个体差异 有些朋友吃着不错 而有些朋友 则吃着完全无效 对于这两种保健产品 如果有经济条件 又有个人意愿 需要补充的朋友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 甚至吃三到六个月 如果感觉不错 安全有效 就不妨继续吃下去 如果吃了没有用 不花这个冤枉钱也罢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晨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